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还是两分多钟时浙江南篮持球准备展开进攻 浙江中空张大宇持球突破 王肖辉协防试图断球 他把脚伸在张大宇的突破路线上差点半倒对方 半径都可以看到 王肖辉断球时先跨了一大步 将脚放出位置后再伸手抢断 此局有一定危险性 裁判经过毁判判罚为题 北京球员却安慰王肖辉 没事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王肖辉点头表示认同 那么朋友们你们认为他到底是不是故意为之呢 欢迎继续留言评论